累不累,要不要我帮你抱抱? 不,不用了 平常你们经常吃木瓜的吗? 没有 那你们天生就是这么海那百川,有容奶的 你给我,立刻,现在,他过来 元宝,下次不要带这家伙过来了,我都要被气息了 好了,别管他了,他就这样 你还是说说,你和澹台莲花最近怎样了 唉,能怎么样,我现在好像有点后悔了 嫁给澹台莲花之后,我肯定就要日日生活在这个深宫中 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自由自在了 你在答应澹台莲花的求娶之前,难道没有想过这点吗? 自然是想过的,只是,只是那时候满脑子都是他到底能不能兑现他的承诺 现在眼看他就要兑现承诺了,我却开始有些害怕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临阵脱逃吗? 当然不是,我只是 只是心里郁闷,所以趁着你来宫里找我,跟你倾诉倾诉而已 原来是成婚之前紧张而已啊,我后面多一些带拳拳泡泡进宫来陪你玩 真的?那太好了,我也好久没见他们了,真是想他们了 拉倒吧,你现在有一个胖娃娃了,能想得起我的闺女儿子才怪 就这样,两人有说有笑,直到日头吸血了,元宝才离开 参见公主殿下 起来吧 元宝打量着四个月前瘦的只剩下骨头的男人,如今不仅恢复了,还比之前更圆润一些 锦柔他前些日子吃不下东西,本该是他滋补的东西,全叫我吃完了,所以才胖了点 锦柔身孕现在应该已有将近六个月了吧,太像各方面应该都还好吧 多谢公主殿下关心,一切都好 那就行,你忙吧,我回府了 好巧不巧,元宝回到家时,竟然正好撞见裴锦柔的父母正在和裴鱼的父母哭诉 说裴锦柔是个没有良心的,凭着丈夫有本事,就不认亲爹亲娘了 你们现在倒是会倒打一耙 之前是谁拉着锦柔要去堕胎的,是谁逼着锦柔和李将军角离 人家锦柔不同意,你们就闹死闹祸,闹断绝关系 现在李将军不仅病好了,还受到皇上加赏了 你们又演红满世界告奇状来了 大哥,咱们可是同族血脉的兄弟,我们今日来,是想让您帮忙和阿渔及阿渔的媳妇说说 叫他们俩人说说我家锦柔和我家姑爷 让他们不要再拿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来伤害我们的妇女感情了 谁给你脸了,你在命令我给你做事吗 不是,大哥,我不是这个 是谁要找本宫 阿渔媳妇回来了 公主就是公主,哪怕公主嫁到我们家来了,也还是尊贵的公主 你们可见莫再对公主殿下不敬了 看着陪母拙劣的演技,裴锦柔的父母是敢怒不敢言 整个京城谁人不知,这婆媳两人相处的就如同亲母女那般 现在这般,分明就是不想帮忙 大哥,公主殿下已经在这儿了 你要找公主殿下帮什么忙,就直接跟公主殿下说吧 不,我还是等阿渔回来,我跟阿渔说吧 不用等他,我们家,就是圆,就是公主殿下说了算 有什么,你就直接跟公主殿下说吧 若没事的话,就别耽误公主殿下的时间了 无法,裴锦柔的父亲只能对元宝说了自己的请求 唉,这件事情,本宫没法帮啊 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这是家务事,应当自己解决 本宫若是教训李将军夫妇,回头伤了李将军的心 叫李将军不再愿意忠心为国了,那可怎么办是好 这怎么会呢,李莉 本宫觉得会 本宫还有客人,就不留二位了 来人,将这二位客人送出去 听到这,二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下回儿你家的亲戚通足再来,就不要叫我出来了 随便你说我是病了还是出门了也好 谁知道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早知如此的话,我直接就让人同他们说,咱俩不在家了 元宝,你惹风寒了 没有,应当是谁在骂我吧 骂元宝的人,在青鸟阵 这薪水增加条例分明就是针对咱们的 欺人太甚,比昂王子,咱们还是撤了这边的生意,回美丽王朝去吧 你是美丽王朝的人吗,你回美丽王朝 温杰克的脸色当时变得难看至极 他这些年的努力,为的就是一个美丽王朝的身份吗 如果得不到这个身份,那他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比昂王子终于注意到温杰克的对劲 连忙走上前 你知道的,我不是哪个意思,不是我不愿意带你面会美丽王朝 是我面留在的安王朝会更好 你别看我一个王子,当其是我在美丽王朝的地位 还不如一个大臣,我只有在养有无数金钱的时候,才能得到他们的困境 即可,尊门只需留在的安王朝,好不好,当尊门当身在其,正够了因此 尊门在封封王国的会美丽王朝 到时候我给你买一个庄园 让你是我有限的能长住 我再给你他个美丽的气息 让他给你剩两个镜头发的大胖小子 到时候,到时候是什么时候 王子大人,我已经在大安王朝为您工作将近十年了 这些年来,唯一支撑我努力下去的 就是有朝一日能回到美丽王朝 温杰克目光垂落到地板上,没有说话 一旁,马轮大气都不敢出 生怕将怒火惹到了自己的身上 这样的气氛僵持了好一会儿后 最后是比昂王子率先败下了阵来 明年,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 明年这个时候,本王子就会带你 带你们,方方光光地回到美丽王朝 到时候本王子养钱给你买个贵族身份 让你从此以后在美丽王朝 我相信付有我的生活 听到这,温杰克也恢复了一些活力 房间内的气氛终于缓和下来 是谁 你是谁 别紧张,我是来找你们合作的 你不说你是谁 我们凭什么跟你合作 就凭,咱们拥有共同的敌人 就凭,我想要金元宝培鱼的命 你要怎么合作 不急,咱们要做的是大事 一时半会儿说不完 在合作之前,我还得带你去见一个人 一个,会让你更加愿意跟我合作的人 好,那怎能提醒我,是否出发 比昂王子直觉眼前的男人就是当下困境的突破口 他要抓住这个机会 一雪前耻 索于带着比昂和马 昼夜不停地赶了三天的路 终于到了一座不知名小山的半山腰上 大安王朝当地皇帝的唯一皇叔 郑海王 郑海王,郑海王不是在线下乡国寺住持一任后 一直在皇宫教养身体吗 怎么会在这里 那全是金元宝和培鱼编造出的谎言 那日若不是我出手即使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郑海王了 什么,金元宝竟然这么恶毒 反对皇亲下手 我没事,你不用紧张 不是风寒 估计是有人在骂我吧 也不知道是谁 对我的恨这么深 都骂了我一天了 我不管 你未来几日好好休息 没事不要再出去跑动了 不行 我和无忧都约好了 明日要进宫去帮她看看她的凤冠侠配呢 这什么急 距离丰厚大点还有一个多月 不就是打了两个喷嚏而已吗 你不能因为我平日里没生过病 就不允许我的身体出一星半点的小毛病啊 去吧 明日去完 接下来的日子 和孩子们尽量待在家中 就不要出去了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 但是自从敬惠被救走后 到现在为止 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担心 救走敬惠的人 或根本就是没死的敬惠 会趁风后大点的时候 生乱子 而且随着时间越接近 我心里的感觉越强烈 你在家睡觉 我现在进宫找一趟坛坛莲花 让她明日起下令戒严 控制住每日进城百姓的数量 你先冷静冷静 听我说完话 现在进城每日进出城的百姓数以万计 你让坛坛莲花因为丰厚大点 控制每日进城百姓的数量 将这些百姓制之城外一部分 这些百姓会不会因此 既恨上还未真正登上皇后位置的无忧 是我太冲动了 考虑不着 不怪你 你也是担心我和孩子们的安危 天已经黑了 先睡吧 有什么事 等明日再进宫去找坛坛莲花商量也不迟